教育部通知高中以上學校 發放青年扶情童譽書 徵詢學生扶情意願 家長認為是要送孩子上戰場 賴清德的兩個兒子 一個是美國公民身份 一個有永久居留權 大家仔細去想一想 那為什麼不回來 兩岸衝突緊張升高 導致我們戰爭的需求升高 所以我們才更需要更多的兵 來攻擊這種戰爭的需求 你兵不夠 你要去哪裡找 民間就去抓啊 抓這些什麼民房啊 慈濟的師兄師姐啊 要不然就是高中生啊 很可悲啦 動員那種台灣本土意識去 對抗中共的那種凝聚起來 我們跟萬惡的中共 萬惡的中國去對抗 零日攻擊他來了 然後就開始去內部找什麼 在地協力者 在內部打擊自己人 這個就是他想要做的嘛 怎麼會叫我簽這樣的東西 No no 不同意 台灣部長說跟戰爭舞 萬一發生事情 那我等一下有個亂一怎麼辦 我父母怎麼辦 對啊 自己孩子都在美國叫我去打仗 Oh my God 我不要 我不要 你是先同意嗎 不會啊 我不會啊 不要 哦 我真的不要 性命比較重要 所以要保護自己 在不想說跟戰爭舞嗎 我不相信 你剛剛被騙到那個戰爭舞 真的不是一樣 你在騙你過去那個啊 對不對 不是 對吧 就是 假接那個 然後欸 其實沒有 然後其實 Oh my God 把你騙過去 然後就說 Oh my God 你要上戰場這樣 就要去打戰這樣 然後就被騙過去 然後你也想後悔就來不及了 背叛的感覺 什麼意思啊 就是 官員的小孩不用做這件事 但是我們就一定要做 為什麼我們待臺灣 就一定要做這些事情 然後他們的自己的小孩就不用了 回來 抓回來 什麼意思 抓回來 抓誰 抓回來臺灣 他的兒子 誰的兒子 賴先生 賴先生 賴青哥的小孩回來 我們來 就是一起 要打就一起打 不要跟著在那邊 好 這些這個高中生的反應 也很真實 就憑什麼就是 我們在臺灣 我們就要面對這種事 然後你們這些官員的這個 小孩就不用面對這樣的事情 賴青德 據媒體報導 賴青德現在兩個兒子 都在美國 一個有美國的公民身份 一個有美國的永久居留權 這是據媒體報導 有待查證 然後據媒體報導 吳釗燮的小孩 現在也是在駐美代表處工作 所以呢 他們的這個小孩 似乎都在美國 那當真的有戰爭發生的時候 他們好像都很安全很沒事 那為什麼這些老百姓的小孩 就要處理 這種兩岸的這種問題 就要面對 這種兩岸衝突的惡果 那但是 政客卻可以享受兩岸衝突 他帶來的政治紅利 高官都你們當 紅利都你們想 但是一般老百姓就要面對這個兩岸衝突 帶來的這個給民眾帶來的惡果 我真的覺得 很 就是 民眾有講嘛 賴清德那你的孩子先回來 你的孩子怎麼不回來 你的孩子就先回來 又回來 你一個 據媒體報導 我真的講 我們再去查證一下 據媒體報導 賴清德的兩個兒子 一個是美國公民身份 一個有永久居留權 大家仔細去想一想 那為什麼不回來 好來 賴清德要搞黑熊版的舉光日嗎 郭正亮市井一個發展 事情大條了 教育部通知高中階上學校 發放青年扶情童譽書 徵詢學生扶情意願 家長認為是要送孩子上戰場 那這個消息引起軒然大波 好那教育部後來決定要停止 停止這個使用這個 青年扶情同意書 調整修正青年扶情動員準備分類計畫 好 那前立委郭正亮就指出 有群人想要把台灣改造成烏克蘭 黑熊學院的人被找進總統府 哇 亮哥爆料 黑熊學院的人被找進總統府 未來有可能有黑熊版舉光日 如果國防部特別允許黑熊 舉辦 黑熊學院舉辦打靶訓練營 事情就大條了 我們來看一下亮哥的 在我們中天的節目的這個說法 來 他們不滿意說 台灣的民房年紀都偏大 幾乎都是50歲以上的啦 那 他們就覺得說怎麼都沒有年輕人要參加 所以才會動歪腦筋動到高中生嘛 你大學生怎麼去登陸啊 高中生才有那個坐在一起上課的地方啊 我覺得是整個美國 介入台灣要把台灣改造成那樣的體制啦 那可是民進黨裡面綠營的人啊 事實上是想把台灣改造成烏克蘭那樣的體制 我覺得我們這邊確實有些人在幻想嘛 因為台灣沒有這個環境啦 因為我知道黑熊在成立第一年 就去跟國防部談說 希望能夠借靶場來練打靶 如果到時候國防部 特允許黑熊來辦打靶訓練營 這個事情就大條了 還有啊 比如說他現在登陸這些高中生 搞不好未來就是辦什麼什麼受訓啊 他們的人就開始滲透到各個民防單位啊 然後辦影展啊 那你就會看到臨時攻擊啊 就這個叫黑熊版的舉光日啊 嗯 亮哥講的很清楚啊 就是說 黑熊學院成立的那個時候 就想要透過國防部這邊 想要特許他辦這個打靶紀念 訓練營啊 那如果真的就賴清德總統 現在似乎也有這個推 推向這種全民國防的這種計畫嘛 什麼40萬民兵啊 他不管民兵民力啦 反正就是這樣 好 那如果真如亮哥所講的啊 那 黑熊學院 當時就有這種計畫了 那之後國防部會不會再特許黑熊學院 來把靶場借給他們 讓你特許你來使用靶場 那黑熊學院現在的這個課程 就是什麼包紮啊 什麼傷口啊這樣啊 然後什麼急救啊 那他可以 他如果有特許他就可以再辦 特許去打靶 那就借著去辦這種特許打靶訓練營 然後再吸收這種極端的這種民粹分子 打造台灣版的亞素營 因為想要把台灣變成烏克蘭 那台灣版的亞素營 那同樣的為什麼是黑熊版蒟光日 因為你如果讓黑熊這種組織去滲透到什麼民房 那他也可以辦活動 辦銀展對不對 那辦什麼訓練營到處去招人對不對 你可以來打靶訓練營 其實打靶訓練營 有有吸引力喔 會有很多人想參加喔 因為打靶本身就還蠻好玩的嘛 打靶訓練營 那藉著這種到處辦這種訓練營對不對 他還可以辦銀展 銀展就可以有臨日攻擊 臨日攻擊不就好像我們當兵的時候去看著蒟光原地一樣嗎 對不對 那就可以動就是這種什麼 這種士氣的動員 去動員那種台灣本土意識去 對抗中共的那種凝聚起來 就是我們跟萬惡的中共萬惡的中國去對抗 臨日攻擊他來了 然後就開始去內部找什麼在地協力者 在內部打擊自己人 這個就是他想要做的嘛 那再來在選舉上也有好處啊 到處去滲透各個民防組織 到處去辦訓練營去招生 對不對去宣講 那選舉的時候這些地方的組織 都是他會調啊咖 對不對 全部都是他選舉的調啊咖 一呼百應 大家就開始了 選舉的時候就開始動員了 而且這都是有組織有動員力量的團體 選舉的時候感覺那種氣勢就很恐怖 對不對選舉就是一種事嘛 所以其實這真的很可怕耶 照亮哥講的這種黑熊版的舉光日啊 我前幾天我們不是Cue了一個 烏克蘭現在的情況嗎 就是我們真的要跟烏克蘭學習嗎 你看烏克蘭現在已經在基輔 基輔民眾就是去看一個演唱會 然後他出來就被抓兵給 抓兵嘛滿大街抓那個壯丁嘛 抓兵抓兵給抓走了 他們那個烏克蘭現在前線戰士失利嘛吃緊嘛 然後就到處去抓 我不過是一個看演唱會 然後我在夜店在這個餐廳吃飯的 我就被抓走了 我們跟烏克蘭學習 台灣要變成這樣子嗎 自己好好去想一想吧 好來那個我們現在一個投票 我們讓製作人來Cue一下 好那我們就是剛好配合這一題來問一下大家 剛剛大家有看到這個亮哥他的這個說法 他就認為這個青年福晉同意書 可能是要打造這個黑熊版的舉光日 不過大家認為呢 線上的大家怎麼覺得 第一個選項是擾人太多了 就像亮哥所講的 所以把腦筋動到年輕人身上啊 要這個年輕化 那第二個就是質疑這個 美國可能在後面操縱哦 想要把這個台灣變成烏克蘭 就像捷克說的 第三個呢就是很比較單純啦 就是政府想讓這個黑熊學院 伸手到民防單位裡面 那我們現在是開放投票已經三分鐘了 目前大家選擇最多的是這個 美國在後面操縱 就是亮哥也講了 就是美國在後面 希望把台灣推向這樣的一個 體制嘛就是 因為事實上 呃 台灣現在的這個兵源就是不足嘛 那兵源不足那當然是跟你的 呃需求有關 因為你你如果要推抗 跟中國大陸這邊採取一種對抗性的政策 那你的這個戰爭的 這個衝突的點就升高 就是說你戰爭的需求就高了 那你需求一高你攻擊就要跟得上嘛 那我們這個兵啊什麼武器的這些攻擊就也提高了嘛 因為需求提高攻擊就提高 啊 所以 攻擊提高我們兵源又不足 所以我們才要一支一支就是 需求提高我們兵源不足 所以我們才一支一支要增加增加攻擊嘛就是這樣 所以核心點就是因為我們的兩岸衝突緊張升高 導致我們戰爭的需求升高 所以我們才更需要更多的兵來攻擊這種戰爭的需求 就是這樣 那你兵不夠你要去哪裡找 民間就去抓啊抓這些這些什麼民房啊 慈濟的師兄師姐啊 要不然就是高中生啊 很可悲啦就是這樣子啊 那這也就是美國要台灣的嘛 你要跟著我們一起美國去抗中 那你奇怪 要我們美國去保護你 這樣要我們美國幫你打 你自己咧 你自己的要準備好啊 不要動不動就我們幫你打 而且你要跟烏克蘭學習 人家烏克蘭可以有亞素營的 你有什麼 所以那民進黨當然要趕快跟上嘛 那不管什麼亞素營啊全民國防都要準備好 所以話再講回來 就是所有台灣人你們要知道 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抗中抗中抗中 中共壞死了中共去死了 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啊 喊了都很爽好不好 中共無權去管我們台灣 去S.S.E.S.對不對 這講的都很爽啊 可以有代價 什麼事情都有代價的 今天這個就是代價 民進黨要讓老百姓知道這個代價 這才是負責任 你自己民眾也要知道 什麼事情都是有代價的 這就是我們的代價 哈囉大家好 感謝收看我們二台用心直播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也請給我們點鼓勵 幫我們按下訂閱加分享吧 並可以在每週一至週五同一個時間 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喔 現在我想要來分享一個我很愛用的產品 就是中天保養品牌KS推出的新品 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它的成分非常的厲害 有媲美藍光神爛的炸藻之翠 能防禦環境裡3C商品 及各種光源對肌膚造成的傷害 還添加黃金海藻成分 幫助肌膚維持年輕 這支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無論是我的日常外出或是海邊 都是必備的啦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選擇這支KS Royal Care 皇家呵護系列的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防曬隔離一次解決 抗光動力一停就搞定 你的保養日常就叫給KS吧 一定會有朋友會問 這支擦起來會不會黏黏的 放心 這支K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擦起來非常的清爽 不含香料 兒童 孕婦 全家人都可以使用 呵護您也呵護全家人 快到快點購下單 記得輸入推薦碼 852 會有更多折扣喔